这两天各地举行多种民俗活动 赛龙舟游龙舞包粽子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5月端午赛龙舟 在浙江嘉兴市区姚家荡公园 龙舟进度赛精彩上演 11支来自嘉兴各地的龙舟队伍 在400米直到竞速赛中展开激烈角逐 伴着铿锵有力的古典 队员们翻动船桨 整齐划衣 激起阵阵水花 除了龙舟进度还有踏白船表演赛 12支队伍齐心协力 用嘉兴水箱特有的农家船 展现了民间水上竞技活动的独特风采 在福建罗元县起步镇亭阳板村 村民们自家门前的桌子上 笋叶 粽叶 芦苇叶等一应俱全 大家各显身手 编粽叶 装糯米 包出了六角粽 长角粽 枕头粽 长棍粽等形态各异的粽子 随后 村民们将包好的粽子 围成中国地图形状 并用歌声送出真诚的节日祝福 在四川眉山 500多名游泳爱好者 齐聚在岷江河边 开展了响鸭子 畅游岷江活动 随着一声号令 机动船缓缓驶向江心 80只鸭子一入水 游泳爱好者们各显本领 瞄准目标 奋力争夺 加油 开车 这次大家用这种方式来 过这个段 我很轻盈的感觉 对不对 大家也很积极地参与 在贵州福泉市仙桥乡 大花水村 5000多名苗族群众 按照当地的习俗摆起长桌 包粽子 品粽香 再歌再舞 迎家节 粽子下锅 炉声响起 人们唱苗歌 跳炉声舞 等待粽子煮熟 欢歌盛舞 好不热闹 端午小长假期间 河南洛阳市通过线上与线下联动的方式 对全市11个特色乡村的飞移文化活动 进行了集中展示 吸引近10万名游客参与体验 在河南洛阳的重渡沟 魏加坡 赵老屯等特色乡村小镇内 村民们纷纷穿上节日盛装 唱大戏 拥央格 包粽子 晒特产 让游客们在古朴的民俗文化展演中 品美食 赏美景 领略玉西特色的端午民俗文化